透过复合媒材 艺术家希望能够探讨当代水墨艺术 艺术家蔡文丁 以复合媒材的水墨媒介 探讨当代水墨艺术 这边是她一个具体而为的表现 那我在讲的是说 她所强调的是一种 复合性媒材的一种水墨创作 她的底材不限定一式 只有宣纸而已 她还加上其他的一个基底 然后她的材质也不限定一式 只是一个水墨 然后还加上了很多材质 现成物啦、木材啦、铅笔啦 或一些有的没有 她全部加进去 那这样加进去的一种感觉是怎么样 她把水墨的特性 已经把它抽一块了 也就是说 不是直接表现在水墨本身的那个特质上 而是水墨只是其中之一 那还有其他的媒材 这两种东西会混合在一起 她现在所做的 其实都有一些社会性的议题 包含在里面 譬如说 这边有一些种植啦 一些什么东西啊 可是右边那边又有一些猎人 一些必须要去混合的那些猎人 那这个东西就把我们以前的那个现代山水 已经回归到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社会性的问题 我把它邻居成一个一种符号 然后表现出来 我大概目前所看的 大概就是她表现的是这种样子 蔡文廷的艺术作品 跳脱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基调 多重水墨和复合煤材的结合 将社会疏离状态呈现于作品上 时放新闻黄慧如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道